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新闻台北FM98.1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 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孙维新先生 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在我们的现场 大神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从远方回来 我觉得 活动可以介绍一下 好像也跟美西天地跟NASA太空这两个题次的游学之旅有关 对我们把这个叫科普学游 因为当时在科普馆那几年我们办了四次 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提过2017年第一次是办日全食 带着台湾的师生团队去了美国60个人 去那边走了十几天 走过美西的五个大洲 最后在Nebraska看日全食 效果还是很好的 大家很喜欢 所以后来有过夏威夷的植物地质跟天文之旅 还有北京青岛去看恐龙 四次去看英国的文化之旅 科学文化之旅 那本来是希望在科普馆继续往下办 连这个NASA太空之旅的 我们都真的去看过 勘察过所有的景点的现场了 结果疫情发生了以后就办不了了 那后来退下来的以后 我会觉得这是蛮有价值的 科学意义的教育意义的一个 就是科研机构转而从事科普的这个活动 对 这我自己在这边能够真正鼓励我们做学术界 做科学研究这一行的同仁们 当您到了世界各地的大科学机构去 他们有些地方还是很愿意接待科普团队的 就像我们这次到譬如说NASA JPL洛杉矶的喷射推进实验室 我们去看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会提到喷射推进实验室 讲到了未来火星样品取回那个任务 你实际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你真的了解这些任务 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到NASAIMS旧金山的AIMS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风洞 那另外呢像什么 白沙飞弹国家公园 那是主要是因为Open海默电影里不是讲 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做了第一个 Trinity Site三维一体的原爆 原爆点 对我就是去那个原爆点 希望让我们未来的老师跟学生七月份去的时候 他能够站在那个地方思考一下 当原子弹真正发明出来 人类把原子核里面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了以后 他是怎么样改变我们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的 那像这些我都觉得不是只有出去玩 而且我们的参加的学员 现在就开始要做功课了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一 从而鼓励我们学术界的同仁们 如果在做科研的机构环境里面 能够把那些东西带领的我们台湾年轻一代 老师跟学生去参观去学习的话 我相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千万不要让大家老觉得这些科学家 是活在象牙塔里面 他们所去的地方都是遥不可及的地方 不是 不过看起来最热门的活动 应该还是去买一顶欧顶海默的帽子 你不要解释 你是不是买了一顶 我是第一年2017年去看日识的时候 在大峡谷买了一顶帽子 没想到帽子跟欧本海的帽子很像 原来那个是导游自己创造出来的 就是导游孙先生 你创造出来的故事 到哪里去买一个帽子 说这个是欧本海默不得了 欧本海默也没办法 他也没办法反 否认 对 好 那这个报名活动已经截止了吗 对截止了 这个其实我们半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以后你早一点说 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首发的提出这个讯息 大家就会来报名 是吧 OK OK 好好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值得大家去认真认识的一个 一个活动啊 因为他一般的旅行社大概办不了这样的活动 因为我们跟 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您提的 科研机构 他能够一转身 让科普教育能够多多点散射 是吧 对我们也就是做一个bridging 一个桥梁的工作 把这些世界上的大型科研机构呢 跟我们这些充满了科普学习热情的年轻师生连到一块去 是的 好的 接下来是跟这两天的地震有关了 密集的地震与网络揭示了地球内部是怎么破裂的 这听起来蛮吓人的 这是厄瓜多尔那个地方地震的发生做研究的 是德国的一个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啊 它的对象呢 是Equador 在厄瓜多尔 那个地方其实是在我们太平洋火环带的另外一侧 地震也是 很丰富的 那里面也是因为 引磨带造成的 引磨带就是它有两个板块 一个板块呢 插到另外一个板块之下去 造成了一个引磨带 那个地方常常就会错动 产生地震 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科博馆 在建立车隆普断层保存园区的时候 在兴建的过程中 我们就请了台大地质学系的陈文山教授 刚刚在电视节目上还看到他 只要有地震他就会接受采访 请了好些理系提 中央大学的老师们 那从他们那边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记得大尊兄 我不知道节目里说过了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 为了要建车隆普断层保存园区 我们把世界上的地震拿来做个讨论 说现在全世界前三名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 第一个是旧金山 第二个是西雅图 第三个才是东京 主要因为旧金山大家都知道 圣安的里斯大断层 一百多公里的断层 第二个西雅图是因为那边有引磨带的地震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在这新闻上面讲的引磨带 台湾也是 就是大板块的互相的犬牙相置 这已经说的挺好的 但是古典上面说 犬牙相置磐石之故 是非常结实 可是我们现在想犬牙交 这个犬牙交 互相咬住 这是互相会随时 在隐没的状态之下 释放地理 对您说当别人跟你讲 坚入磐石的时候也不可靠 是不是 对不过我就觉得 在这个地方需要讲 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 虽然说我们今天摇晃道 实在是受不了 但是它就是一个大地的自然现象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需要知道 从科学的角度来知道地震 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用正确方式来面对它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台湾就是被板块挤压挤出来 400到500万年以前浮出海面的 所以你既然生活在这个宝岛上 它所产生的 所携带的一切自然现象灾难 我们也需要概括承受 好像还说 说到一点 地震的平行度 和特定的深度是没有关系的 对 它其实讲的是说 现在经过他们在厄瓜多尔的研究 发现那个地方断层密布 像个网络一样 所以单纯的一个断层 彼此摩擦 然后产生错动 释放硬力 然后这个模型已经不管用了 不够解释是吧 对不够解释 它其实是很多多点触发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台湾 我们有三十几条断层 其实很可以参考他们那个研究成果 但是我觉得大春雄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当时谈了很多 就是怎么样让一个大楼 能够避免直接站在地上 我记得我曾经去慈激看过 慈激那个大楼 当初我记得正言法师 他花了很多经费 抗拒了别人的批评 把慈激大楼那个医院 盖的是防震 能够跟地面隔绝 所以即使外面发生的地震 动手术的医生 动完手术出来 不知道我曾经发生过地震 我觉得这是应该以后推广到 全民的房子去的 不能够立刻推广的原因是什么 是在建筑的理论上面来说 或者说 我想那是额外的费用 还是钱的问题 整个技术 对整个技术也是很先进的 你要在那个 你的地基跟你的房子底下 加了很多缓冲的东西 好的 另外天文学家曾经乘坐超音速客机 观测全球最长的74分钟日全时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炫耀吗 听来像凡尔赛 这里边有很多可以讲的 这其实是我上课 讲到日时最常讲的一个例子 日时最长七分半钟 是 平常我们看到一分钟两分钟 就觉得很不错了 那这次在美国呢 也就是我上个礼拜去美国的时候 刚好4月8号 那一天是在德州 一路往东北走 那个全时代 那我那天刚好在西墨西哥州 我也不是为了去看日时的嘛 是去看那些 未来要参访的科普景点的 但是呢 刚好在Albuquerque 西墨西哥州 在德州的旁边 所以那个地方 中午 当德州是日全时的时候 西墨西哥州 刚好是77%的日偏时 其实也不错啊 那我随身就带着科普管 当年做了看日还时的扇子 那个扇子上面有 上面有一个黑色的 像太阳眼镜 对对对 保护眼睛的保护膜 对日时膜 那上面画了暴龙跟石虎 那个有个名词的是吧 叫日时膜 我们讲 类似像日时眼镜的保护膜 那是个万分之一的 的减光膜 但是呢 我就拿那个看 其实还蛮感动 还蛮壮观的 其实是百分之七十几的 一个日偏时 但是那个日时 也造了很多影响 但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最长七分三十一秒 它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第一个是用最大的月亮 第二个条件 去挡最小的太阳 也就是发生日时的时候呢 月亮在近地点 而地球在远日点 所以太阳很小 月亮很大 它挡的时间就比较长 第三条件跟第四条件呢 是发生的地点在赤道 发生的时间在中午 也就是排的很整齐 中午跟赤道排的很整齐 因为地球是弧形的 所以月亮跟地球 如果排的不整齐的话 它月亮只要动一点 那个影子在地球上 跑得非常快 所以你希望中午赤道 连成一直线以后呢 月球即使高速 在地球轨道中运动 它在地面的阴影 月球影子也不会跑那么快 大人兄 会慢慢的跑 对月球的速度 每秒钟一公里 但是照您刚刚说 延长了十倍 不止 七分钟到七十四分钟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能看七十四分钟的日时 就是因为他们坐上一架飞机 去追日时 那一般的飞机还坐不了 因为月球影子在我们地球上 地球已经高速从西向东转了 月球影子从西往东跑 它比我们地球自转还来的快 它的速度呢 在地球上看起来时速2500公里 2500公里 这不是一般飞机能够 你说搞个七四七 搞个战斗机都追不上 我们一般的民航机 时速大概是八九百公里 它这边找的是什么飞机呢 我依靠学生 超音速科技 协和式科技 协和式不是已经停飞了吗 已经停飞了 讲起协和式的故事就讲不完了 那你就是科技 协和式的科技 每小时2200公里 那月影呢 每小时平均2400公里 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所以呢 2200公里的飞机时速 是两倍的音速来 是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速度去追 上面做了一堆科学家 就能够至少在 月影里面留了74分钟 但他飞机上装了很多仪器 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做研究的 做什么研究 就研究在 听起来看 是看一部没有剧情的电影 相当无聊 你就是看到一个黑黑的核心 然后外面一圈金色的金边 是不是 不是啊 他刚好趁月亮把太阳的中央的光球层 挡掉了以后 研究外面的色球层 色球层是一层薄薄的粉红色的层 一般我们看不到 那光球层是中央的金黄色嘛 外面是粉红色的色球层 再出去呢就是corona日冕层 那日冕跟色球层的温度 都比光球层高很多 为什么那么高 所以有很多理论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测时间 所以呢 他们就一路这样的跟着那个 他们从Lapoma Lapoma就是加拿大利群岛 北非外海加拿大利群岛的一个机场 起飞了以后 在非洲北部到中部的地方 追上日全时的影子 然后一直追到 一直到查德才出来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好的做研究的机会了 但是协和式飞机去追日时 我们追了好很多次了 是吧 我他有过 另外一次是1999年8月11日 但是呢 他的日时这个时候只维持了4到5分钟 因为他并不是给科学家做的 他只是看让让日时稍微变长一点 是 但是1999年那是最后一次了 之前还有吗 对1999年我上次被总编辑的话里面 就写到这次中欧的 他在欧洲的那次日全时 那但是呢 有过有过这一次以后 2000年的时候 谢核号出了严重的空难事故 是 那个时候我 其实大家如果回去看谢核号 它是个很优美的科学工艺的成品 但是噪音大 然后耗油多 非常不环保 是 他只在大西洋这几个城市飞 伦敦纽约巴黎罗马 我有一回在罗马开会 在罗马机场看到协和号 发航 降落 大正兄真的好优美 他降落的时候呢 前面的那个鸡鼻会往下弯一点 像是一个鸟张开翅膀慢慢慢慢滑下来 戴高乐就非常 引以为 他认为那个鼻子就象征了 法国男人 因为他自己也有个大鼻子 对 我们以前在NASA工作的时候 不可能去搭协和号 但是我们在NASA有一个同仁的 一个高级主管 他就有办法搭到协和号 为什么呢 他因为他在纽约跟伦敦安排的两场会议 都是他必须要参加主持的 时间是如此之尽 以至于他需要搭协和号才赶得上 那故意的 你知道对啊 但有些说法像什么 住在纽约的贵妇 一早起来发现晚上的宴会 没衣服穿了 早上搭协和号到巴黎 两个小时 采购完了以后 下午搭协和号回来 刚好赶上晚上的宴会 但那一次灾难听了其实很难过的 因为蝎和号本来要起飞了 在巴黎 巴黎机场 戴高乐机场要起飞了 已经在跑道上滑行了 压到跑道上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一个钛金属的碎片 而这个碎片是前一班飞机 美国的continental 洲际航空公司掉下来的 他的飞机走 后来知道他掉下来以后 那结果那个蝎和号压得过去以后 瞬间爆胎 爆胎的那些碎片高速射穿了他的油箱 是打上油箱以后呢 把油箱盖子也震掉了 那所以呢 他就油就开始往外 同时他更悲惨的是 怎么怎么瞧都瞧到一块去 他的碎片的轮胎皮 打到了起落架的电缆线 把起落架电缆线打断了以后呢 跳火 又油又跳火 所以蝎和号走到后来还没有起飞 后面就拖出来一条火焰 是 地面上的人赶快叫 呼叫他停下 他说停不了了 超过了 他们有个速度叫V1 超过这个速度了 跑到已经滑了一半了 你也停不下来 起飞以后呢 他是希望能到最近的机场 能够去降落 五分钟 五分钟最近的机场 结果连五分钟都没有撑到 他的机翼就因为大火燃烧 机翼断了以后 反过来倒载 从直接砸在地上 飞机上109个人 好像有一个人是生还 地面上有一个人生还 地面有五个人 四个人死 一个人受伤 飞机上100人 加上9个机组人员 全部都离难了 所以那是非常惨的一个灾难 但从那以后 齐和号也是因为不够环保 然后又刚好碰上 2001的911攻击 所以大家对这个国际周期的旅行 瞬间降低了 需求降低了 所以齐和号从那之后 就退出了商业市场 是 另外一个话题 火星任务 在什么叫做遭到取舍 是什么 取消 大人兄遭到取消 很可能遭到取消 是不是 是取消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 在NASA JPL所碰到的现况 但是土位6号 清型号的任务 正式批准了 这些太阳系里面的探索任务 其实都有点互相竞争的意思 在里头 那我们 当然你上次讲了 你特别批评他 说为什么这一次 让什么好奇号 或者是我们的毅力号 去那地方以后 不断的在装sample 装样品 一罐一罐的样品 像牙膏一样装了以后 摆在那 下次再派一个太空船去 专门就把那些东西给捡回来 是吧 但是现在呢 第二个任务要去捡的 叫做Mars Sample Return MSR 显然看起来做不了 因为他不断的被砍经费 但是也是因为他经费要求的太高 本来是说50亿到70亿美金 现在说是110亿 然后又到2040年才拿的回来 所以NASA这个署长 Bill Nelson一听就抓狂了 所以任务就取消了 对 我就想说那些东西搁那 不知道到后来 对啊 他就不要了是吧 但是下回你去火星把带回来吧 他这个任务很奇怪 就是当初根本不知道将来还要拿回来 可是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会拿回来 现在不拿了 是吧 当时他设计的形态 就是为了将来要拿回来的 所以你投袭了一半 这等于是火星任务整体的失败 我觉得这是因为美国他经费的考量了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了解最近这些年 就是因为要重新回到月球 欧巴马那个年代 欧巴马不要去月球 欧巴马就说我们直接去火星 月球去过了 但是现在川普是因为看到了中国集体直追 2030年中国人就要降到月球表面了 过去美国人有六次阿波罗任务 12个美国男性白人 在美国在月球表面插着六面美国国旗 就担心中国人去把那个国旗拔下丢在地上 所以川普就是要去保卫他们的 保卫他们的领土 保卫他们的领域 所以那个地方经费排挤很严重 很多其他的项目就因为这个关系 减少了很多经费 包含Mars Sample Return 好了 那么这个土卫六的蜻蜓号任务呢 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很有意思 土卫六是全太阳系第二大的卫星 第一大的卫星是木卫三 第二大的卫星土卫六 还是一样比水星比明王星都来的大 而且有个浓密的大气 曾经记得吗 都是氮气 氮气 那以前的卡西尼号带着惠更四号 也把惠更四号丢下去 成功降落在土卫六的表面 看到了甲腕构成的 液态甲腕构成的江河湖海 所以现在的蜻蜓号 Dragonfly是真的要去那边 而他就是会模拟 伊利号那个小直升机 用飞的 因为他的大气层够厚 比我们大气层还要厚两倍 他答应好的要取回来的样本 不取回来 现在又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更厉害的任务 会相信吗 孙维新谈天单元 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现场 刚才我们提到了火星任务 遭到了取消 但是土卫六 蜻蜓号的任务正式批准了 另外我们还提到了木卫三 是吧 对大尊兄 我现在仔细想一想 为什么NASA 他的思维模式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别人会觉得 我火星都已经上去了 成功的是小直升机 待会就提到小直升机了 而且直升机很成功 再加上的地面上 这个perseverance 毅力号 毅力号 跑来跑去也做了很多工作 那你这个头不只洗一半 因为头快洗完了 那为什么到最后 星白立者半九十 最后一个 为什么我把它烫起来呢 对啊 你送过去以后 把那些sample捡回来 那说老实话 你第一个人类 第一个能从火星 把上面的表土的土壤 带过地球上来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但是他就是不做 而且把这个东西 怎么讲 第二阶段东西 去跟别人第一阶段的 Dragonfly 蜻蜓去比较 然后蜻蜓号赢了 突然把你这个头洗一半的 第二阶段干掉了 我就不能理解 他们这个思维模式是什么 但是我想也无所谓了 既然他们要这样做 但是你看看蜻蜓号 也希望它能够有好的成就 因为它跟独创号 或者叫机制号 小直升机 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火星的大气密度 是地球的1% 也就是我们是一个大气压 它是1%大气压 非常稀薄的 所以才搞那么轻的直升机 然后它的旋翼又长 速度又快 但是到了土壤6上头 它的密度是我们的4倍 所以它整个的32个月里面 它预期蜻蜓号可以飞上173公里 我们整个小机制号 在火星上全部才飞的17公里 十分之一 这个就能飞的比较远了 会不会是有没有可能 火星人物遭到取消 是因为他们后来发现 找不着那个样品放哪里 不好意思承认 我跟你讲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阴谋论才多呢 或许是火星人知道了 警告我们就不要来了 别来了 这个不会有人相信 这个就好莱坞大亨 还在上个世纪的电影寻想里面 好吧 NASA的火星样本 反正这时候还有一段时间 征求改良提案 现在看起来也就破罐子破摔了 独创号任务团队和他们的遥控直升机道别了 每次翻译的名字都不一样 现在成独创号 以前是ingenuity 机制号 机制号 或者是创造号 whatever 现在叫独创号 就是毅力号带上去那个小直升机 就刚好我们说的嘛 对 大学兄您记得 那原来任务的寿命应该是飞几次呢 我记得没有几次 对 大学兄您是专家了 就是五次能够飞起来转一转横向飞一飞 就成了 但它总共飞了72次 是 一千多天72次 但最后呢 它降落的时候呢 它有个悬翼摔出去了 这上面有个悬翼的甩了十几公尺之外 悬翼是悬 悬档的悬 就像直升机上面这个悬的那个螺旋桨 螺旋桨 对螺旋桨一个螺旋桨甩出去了 那但是呢 也就是因为它这个任务甩出去以后 它还降落了 还好是成功降落了 但是呢 降落以后 它就再也飞不了了 两者之间差了十几公尺 对对对 你现在就是拜托火星人 把它捡回来修一下 那就成了啊 但是呢 它即使飞不了 它还是可以在那边当做一个静止的火星天气监测站 也测试它太阳能板啊 电池啊 各种各样设备的功能啊 简单的讲 就是NASA的工程师给它玩坏了 对 对 所以这一次呢 NASA的这个 任务团队把告别讯息发给了毅力号 请毅力号转告这个可爱的小直升机 对它表示感谢 然后呢 也把这些年来 为Engineer Engineer工作的 无论软体硬体 跟这些控制团队的人名 都发上去 然后存到那个 毅力号跟那个 机制号 它的电脑上面去了 所以它名字现在是在火星上的 但是有趣的是大队兄啊 这个小直升机 它的硬碟容量 可以存data到20年 所以它未来还不断的会提供气象资料 或者气候资料 对 它会不断的储存 然后把它发给那个毅力号 毅力号再传给地球 这当做一个固定的气象站 但如果说未来的火星任务 能够再次去到那边的话 你直接去那个地方 拿它的官资资料 那个硬碟 我相信是可以进博物馆的 好的 NASA还即将发射 木卫二探测器 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啊 就心里想说 为什么这些成年人 还是要这样子小里小气的呢 木卫二是Europa Europa 对 厉害 Europa 木卫一是Isle 就是那个有火山爆发 木卫二是Europa Europa是最早 让大家认为 木星土星那些卫星里面 有水 有生命 有地热存在 有可能有生命存在的 所以对Europa的研究呢 特别就是建在悬上 那现在NASA准备要把快艇号 NBA不是有个对叫 Clipper Clipper 就是快艇号 要在10月份发射了 再过几个月就发射了 那耗资50亿美金 这个太空船 今天也是摆在 喷射推进实验室 上礼拜去了 我觉得他们经费上 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做太多事情了 那结果呢 大春兄 这个Clipper 我们讲了半天 他为什么不提 另外一艘船 去年就去了呢 那艘船 我不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 叫做Juice Juice 你想想 Juipiter Icy Planet 那个去 那就是欧洲的 欧洲的果汁号 Juice号 就是去木星 本来当时美国跟欧洲 联合打造 两个太空船 共同前往 但美国的经费赶不及 所以他们就晚了一两年去 那Juice就先去了 因为Juice在那个地方 美国有一个Juice在那个地方 朱诺号 是 去探测那个 那一系列的木星相关的东西 但是呢 你看美国人这个新闻里面 从头到尾 都不提Juice 为什么 就看起来是快艇号 变成一个首要的首发 脱荒者 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 刚刚不是讲土星吗 卡西尼号 带着惠庚斯号 去那边 卡西尼号是美国的 惠庚斯号是欧洲的 这两个任务合在一块 过去那个地方 但你看美国的网站 只提卡西尼号 你看欧洲的网站 其他的载具 其他的交通工具 欧洲的网站就只提惠庚斯号 他们各自有他们科学任务 但是呢 重点是 他都不会去强调别人的 我觉得怎么老看不得别人好呢 大军兄 您会这样子吗 我就没这本事吗 至于会心 好像是大家共有的财产 只不过是转瞬即逝 2024年会有一颗最亮的惠星 是吧 那个惠星很精彩 也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充满期待了 10月 那大军兄啊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形势力拿出来啊 大概在10月12号左右 是肉眼可以看见的 对对对对 他大概就是在一等星到零等星之间 本来还以为他会到负六等 后来想大概没有那么那么那么夸张啊 因为负六等非常壮观 2007年南半球有一个负六等的惠星 叫麦克纳特 我的那个天在南半球拍起来 简直是你有都市的光害 都看得到整个惠星 拉出一个非常弯的惠位来 2007年非常壮观的 是 但是呢 一直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大家希望 今年的10月 这个惠星叫做紫金山Atlas 紫金山 紫色的紫金银的金 紫金山Atlas 对紫金山就是南京的天文台 是以前当年国民政府在那个地方设计的 紫金山天文台是 为什么会这样命名 那个地方 那个山就叫紫金山 紫金山呢 它有天宝城有地宝城 跟太平天国其实很大关系的 那我们曾经到紫金山天文台去看过 那个年代 那是在民国时代 紫金山天文台就建成了 后来他们发现了很多小行星 跟台湾的陆林天文台是一样的 那紫金山天文台呢 它的盖的方法有点像汉家宫雀 不是这种传统的白色圆顶 而整个那个墙就有点像皇宫的盖法 很有意思的 那紫金山发现了这颗天体以后 过一阵子找不着了 那结果呢 这个Atlas 在发现了一个天体以后 一报到它的位置回去一追 就是紫金山看到 就是紫金山前不久看到的 所以它会有两个名字 对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紫金山跟Atlas 这个Atlas呢 就是小行星Asteroid 然后呢 Terrestrial Impact 对地撞击的 Last Alert System 最后的报警系统 全名又拼得Atlas 大力神 晴天神 大力神的概念 所以它又是一个凑意识的 acronym 对对 它其实是几个50公分的广角望远镜 摆在地面地球表面 南半球北半球都有 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看那些最后一刻才看到的小型的小碎片 大众人记得吗 很多碎片都是前几个小时或者前几周 才看到它接近地球的 所以这个系统是做最后报警 最接近地球的时候 小碎片报警系统 结果它也发现了彗星 那这是这颗彗星也就是在2023年去年嘛 1月9号 是吧 对对对 被紫金山 对 我们讲过2023年A3 大写的A3 就是说呢 彗星的发明 它的学术名称 A是1月的上半月 B是1月的下半月 每个月分两个 AB是1月 用英文字母代替 对 CD是2月上半月下半月 但是呢 A上半月的第一月 发现了第三个彗星 这叫A3 是这样来的 是 所以我们最喜欢是F4 来 这个是2023年的 也就是2024年最亮的彗星了 对对对 10月份大家充满期待 10月12号 另外10月在10月份 有会最接近地球 就是这个 同一个嘛 对同一个 他讲0.3等 0.3等 其实已经接近零等星了 零等星呢 就像织女星差不多亮 是比火星啊 比土星都还来的 要亮一些的 那所以这个是可以 值得大家好好期待的 总之你一听到 2007年以后 最明亮的彗星 而且后面还有织一 对 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立台湾大学 物理系级天文物理研究所的 孙维新教授 以及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在我们的现场 接下来是SOHO SOHO 就是这个是一个望远镜 对 他发现了第5000颗彗星 对这个SOHO是一个很早 1995年左右 就已经摆到了L1 大家就您记得我们叫L1L2 拉格朗日点 那第一点L1是在地球跟太阳之间 他就是从地球这个角度 看的太阳 这一条线不变了 地球怎么转 他就在中间连成一直线 跟着太阳怎么转 所以他永远可以监控 他们讲247 7天24小时 都可以监控太阳的 那监控太阳的好处是 SOHO他用一个板子 把中央的太阳影像挡掉 他就可以不断研究 周边的太阳表面的 喷发这些东西 很精彩 有兴趣的话 大家真的看一下 SOHO SOHO这个望远镜 最近我们不是讲说 SDO太阳动力天空台 很精彩吗 但是SOHO是比他 年纪大的很多 这是前辈了 前辈现在还这样做 但真正精彩的是 SOHO到现在已经发现了 5000颗彗星了 大春兄 发现彗星是现在 唯一一种天体 能够把你自己的名字 摆上去的 如果大春兄 真的在夜空底下 走到星空底下 突然抬头 竟然被他看到一颗彗星 然后你能第一时间 报到国际联盟 小彗星联盟去的话 那个彗星名就叫做张 所以这一次的 这一位捷克的博士生 是用他的名字 其实SOHO就发现 多到你不太容易 用自己的名字 大家会摆上去 但有趣的是 为什么是第5000颗 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彗星 都是环绕的太阳转 很多时候是小到 你根本不觉察到他的存在 他只有直奔太阳而去 接近到很近的时候 才会冒出一点点惠法 跟一点点惠吻 瞬间就不见了 我们看过很多SOHO这样子的 以后也就没有了 有些直接就掉太阳里面去了 直接就冲太阳里面去 不长眼的就掉进去了 但是你能够在他掉进去之前 看到他 预报他 这么小 基本上看不到的这个小东西 你能预报他 说不定还能挂上你的名字 几秒钟 对 但至少说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他这些5000颗彗星 它的轨道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 所以对彗星的研究 SOHO 竟然当年SOHO上去只是研究太阳 根本没有想到 他会研究彗星 没有想到SOHO现在发觉 它是个研究彗星的利器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 无心插流造成的科学发现 这个被称为Sun Grazing Comet 这个略日彗星 是怎么回事 Grazing就是打水漂 对我们讲grazing 像X光 X光望远镜 GRAZ 对GRAZE Grazing 用那种斜斜的打过去 然后再弹起来 这个概念叫grazing 是Sun Grazing 就是贴着边插过去 打日漂 是吧 太阳漂 略日彗星 略日就从彗星方面略过去 那就是靠近太阳的时候 才会变亮 所以它没有接近太阳 你根本不知道 但SOHO有这个好处 是因为它每天 不断的实时在拍照 所以真正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兴趣的话 上网去实时的监控 SOHO的望远镜 影像 你要有机会看到一个 别人还没看得到的彗星 你先报告了 那这个彗星就是你的了 而且到今天为止 大概有一半的彗星 都是它 这个SOHO发现的 对 好的 天文学家在小行星代 这跟彗星又不一样 在小行星代 发现了 454颗星的小行星 这个怎么闹着玩的 不不不 这个东西很精彩 你知道是为什么 它是看哈勃太空望远镜里面的 大量存档的影像 大真兄 我们以前在NASA做工作 当你申请了望远镜的观察时间 比如说紫外星天文卫星 那是我们做博士论文的东西 排了以后 那些data下来 头一年是你的 专属你的 别人不能动 一年之后 准确的那一秒钟 它就上网公开 你这一年里面 你发表不了东西 明年这个时候 大家都可以用了 所以你会知道 美国把很多 美国欧洲把很多 这些data的摆上网络 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哈勃望远镜 这么多年 30年拍的东西 也上网了 那现在他们就 就组织了一个努力 让公民天文学家 公民科学家 业余的 业余的 共同来把哈勃望远镜的 这些存档的档案 找出来以后 看里面 有没有小行星 为什么这里 有一个数字 是说 是19年里面 三万七千张 的哈勃影像 这两个数字 是 为什么不是 它远超过19年了 对 但是它中间 那个planetary camera 行星照相机 已经做过几代的替换了 每次替换的话 它的数据 data都不一样 它那个计算的技术 技术因素都水准不一样了 所以换了以后 它可能就从一个新的机器 拍摄到比较好的data 可以做互相比较的 也就是说 从满一年以后 之前往前推算 19年 它这里面没有 不用满一年的问题了 虽然说哈勃望远镜拍的以后 谁负责申请的时间 谁拍的 那个data属于它 也是一年 一年之后摆上去 摆上去以后 十几二十年了 你把它组织在一块 就可以从里面开始找 哈勃望远镜的背景 它主要是看背景里面 有没有这些小行星 那结果这些公民科学家 还真的 那找到了 1031颗小行星 其中有400颗大小 小于一公里 是比较小的 小的 所以我觉得 它这里面也有 会跟大家讲说 在哈勃影像里面 曝光的过程中 就会看到一条线 断断续续的线 你就会知道 那就是从影像中 划过去的小行星 是 我觉得这其实 它的轨迹也可以知道 它的后来的位置 也可以发现 对 大学兄 你看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 无心插流的结果 就是全民都可以当 公民科学家 而且 而且它那个当时拍的data 不是为了要找小行星 可是它就有这样的价值 是 另外 有一个字也是 之前我们节目里面 曾经提到的 DART DART 射标 DART 这是我的运动 你喜欢射飞标吗 什么喜欢 我是专业的 你知道 真的吗 那当然 那你显然是 在酒吧里面 混了很多年 对 我都不太好意思说 这什么不好意思 这是什么不好意思 正常的酒吧 当然了 OK 好好 改天我就跟着您后头看一下 那个飞标射的程度 到底到如何 在我后面你要小心 我常常说到后面 好吧 也就是说这个DART mission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前几年 2022年底的时候 9月份的时候 有那会终于撞上了双星运动的 其中那个比较小的 一个叫Didymus 一个叫Dimorphous Didymus是比较大 800米的 800公尺直径的 Dimorphous是160公尺直径的 比较小的一个小弟 当然柿子剪软的捏了 就直接撞塌了 撞塌以后 它的周期 11个小时多的周期 改变了32分钟 而且撞出来 37块巨大的石头 是 那这些石头飘飘荡荡 会落在火星表面 还是会 火星表面 那个不收回来的样本 里面会不会砸锅了 不不不 那你要不要通知火星人 说有东西会掉下来的呢 不过还好 他说这些巨石 大概会在6000年到 13000年以后 穿越火星轨道 所以这就是天文数字了 是 我们还有一个 有一辆车 差不多像车辆大小的 小行星 对 这是为什么大正兄 我说照小行星 还是有帮助的 刚刚想说 公民科学家找到了1000颗 里面有400多颗 都是小于一公里的 是 我们的车子没有一公里 车子 我们车子才不几公尺 几公尺 五公尺左右 对 所以在4月9号那天呢 有一颗车辆大小的小行星 就从19000公里的距离 从地球旁边擦身而过 19000公里 在天文学上来讲是很近的 我们地球直径是12800公里 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是 三十五万三十八万五千公里 大正兄 您都能纠正我了 不敢 好厉害 但是你知道吗 你在我后面 我要看您飞镖了 但您知道 我们以前讲的所谓接近是 通常是两三倍的地月距离 科学家说好近 很近很近 那是100万公里 你现在看到是19000公里 虽然这只是一辆金龟车大小的小行星 但是呢 它如果撞在某一个土地上有人的地方 那造成的危害 基本就是会把一个村镇就团灭了 所以还是有它的危险 这是为什么刚刚讲 那个Atlas很重要 是因为它要做最后的预报 世界上最大的数位相机建造完成 对 这个有意思 从小行星到暗物质 一网打尽 对对对 为什么我们连在一块说 就是这个在智利的南天的Vera Rubin 鲁宾天文台 这是很受尊重的一个女科学家 她已经不在了 但她当年呢 她的对银河星系的观测 旋转曲线的观测 证明了暗物质的存在 所以她的名字Rubin 鲁宾天文台 盖了一个八名望远镜 它的相机 因为它是个非常非常广角的 一个望远镜 对全天做寻天的 所以它这个相机呢 跟一辆小型汽车差不多大小 重量三公吨 镜头的开口 大学兄 您开口弄个五公分 十公分就不得了 对不对 它的开口是1.5公尺 150公分 对 它的镜头是150公分的 这个长度 这个宽度 那它的像素有多大 哎呦我的天呐 你要看200 它的像素 其实蛮大的 它大概是多少 20秒曝光一次 1000张影像 我记得32亿个 32亿 对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 32亿个像素的 拍照 大学兄 一张照片的 data量就有多少 而它每天 每个晚上要拍1000张影像 不得了 是我们能够观察超过200亿个星系的运动变化 对 整个宇宙 近处的宇宙可以看得出来了 好 那么 好 那今天晚上我们去设标吧 我带着你 OK 好